亲爱的朋友 我们在探讨怎么样来牧养和教养 Z世代所谓的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 牧养当然是从属灵的这种观点来 但是包括了家长也包括了牧者 主日学跟青少年团庆 那我们怎么样来关怀关心的年轻一代呢 那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也包括年轻的一代 他们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心田 是没有错 有的孩子 有的人就如同主耶稣那个比喻撒种的出去 有的是好有好的心田 有的是刚硬的 有的是没有办法 然后来的这个逼迫 或者是有人反对的时候 他就放弃 当然也有的是这个所谓 受到各样的影响 他就没有办法 活的这个福音的种子 信仰能够有好的成果 当然也有的是长难好 那我们也知道 数据调查也告诉我们 信徒的孩子们 只有应该说是这样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甚至九十 他们在从一旦离开家之后 他们的信仰就流失了 不再有所谓的信仰的行为 不上教会不祷告不读记 那第一个这是我们认知 那做家长的不是说我们就放弃 教会也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流失 那我们就不做什么错的 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了解 那我们就要有策略 圣经里面当然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尤其是从这种信仰是否能够传承 能够健康的成长 那第一个 那就是家长对信徒儿女 对孩子是最有影响力 母亲是在每一个这种调查报告里面 是有极大的影响力 是第一名 可惜可是很重要的是 父亲常常都是第二名 同时我们也看见主父母 基督徒的主父母 仍然对他们的孙辈 在信徒的第二代的这种灵敏的成长 能够有极大的影响 甚至在许多的报告 一些报告里面也讲到 还比父亲跟父亲有一样的重要 没有错 朋友是有影响 但是真正的影响 不是家长们他们所担心的 没有错 主日学老师 青少年辅导 牧师是有影响 但是跟父母亲来比较的时候 远远没有家长那样重要 所以做家长的我们一定要来教导 那教导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做这付上代价 英文的就是Price P-R-I-C-E 祷告 关系 教导 谈论 鼓励 这都是来自圣经 也是在生命纪第六章第七节八节九节 那里讲 这是父母亲要做的 你拥有你的孩子 你跟他关系好 你为他祷告 你尽到你的责任 你对他是最有影响力 不要把这个责任 留给教会 或者是推给教会 那做父母亲的 我们有几个这种角色 责任是有的 我们要向神来祈求 怎么样能够来教导 尤其是在这个Z世代 我们觉得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都在玩手机 他们怎么样 那我怎么样 来 向神来教 神赐给我智慧 当然我们更是要一起来学习 教会也要提供这样子 帮助家长知道 免得我们关系跟亲子关系越来越差 同时我们也要跟陪伴的孩子 就好像亚伯拉罕跟以撒一样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路程 没有错 养育能够爱主的第二代 有所谓的敬虔的后裔 信仰能够传承 父母亲一定也是自己要成长 如果父母亲不爱主 父母亲不真正的追求 你不能期望孩子 因为孩子都在向我们学 同时我们真的是要为孩子成为守望者 这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过去黄色的东西 交朋友事情 你眼睛看得到你说 哎呀 这我孩子至少没有接触到 可是他在房间里 他其实他所接触的 是一切都是在吸引他 说来来来 或者是 以前你以为 我们所谓的 只要不让他早一点回来 我们就能够保证他 不受到性这种坏的影响引诱 可是他在房间里 他在手机上 他在角落里 所以我不是说 要我们就是变成过度的这种忧虑担心 而是我们知道 本来就是养育儿女 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我们要也是一个属灵的增长 所以我们要像约伯一样 常常的不断的疯狂式的 为了孩子的圣洁 为浪子能够悔改 来祈求 那更是我们要学习 如何的祝福我们的孩子 常常的与他有这种所谓的身体的接触 我们来肯定他们 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们 告诉他们我爱你 神在你身上一定会有 这个美好的计划 不是在做假的 而是不断的 不要以为孩子们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 大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持守那个亲子关系 所以我们继续祝福孩子 记得我们的手不是拿来做打 而是要为他们祷告 为孩子的信仰 为我们自己的夫妻 家里的和谐 这种美好的关系 为他们的朋友 为他们的学习 为他们的娱乐 不受到引诱 每一个都是F 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手指 你就看着你的手指 每天按着这个来为他们祷告 你愿意吗 你常常跟孩子 来谈论这一些吗 愿神祝福你 也祝福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我的大递 我会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